2021年的4月2日 这个就是直接讲这个通货膨胀 其实早在大概10日前 我在群组上面 我都有讲过 是在今年的暑假和下半年 就很可能就要加息 原因是因为通货膨胀 然由在意大概是10日左右 今天就发现 各大的报章 包括《华尔街日报》也好 都是开始讲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面前你见到有些article 是讲通货膨胀 有些是21年的3月8日 有些是其他的时间 但是在其他今天的网上的传媒上 有些看到就是大家开始是担心 因为这个债券的利率又上升 但是通货膨胀这件事 是因应美国这样大派金钱 大印银纸 量化宽松 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必争的事实 在特朗普管治的时候 通货膨胀是差不多少于2%的 但是未来我们会看到它是会一直飙升 科学家估计或经济学家估计是2.75% 有些估计是3.1% 但是大家要理解 当这个通胀率升高1%的时候 对股票的冲击都会非常之大 联邦储备股也会顺势加息 所以这个议题是会越炒越热的 如果真的通胀将会来临 而联储局又要加息的时候 大家会明白到你的财产就会缩水 以及你都会明白到 在今年的下半年 这样的股市会遇到比较大的冲击 现在是一直推上去的时候 大家就不会很觉得 但是在暑假之后 大概9月10月的时候 很可能就因为这样 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调整 这个调整大到我们就叫做一个小嵐市 也未必是大嵐市 但是这个小嵐市基本上是指日可待 所以不如早知记在2021年4月2日 我在YouTube公开跟大家说了这个议题 也都告诉大家 其实在两三个星期之前 我在个人群组上都已经说了这个议题 很希望大家留意 然后是准备迎接这个通胀 以及准备迎接这个暑假之后的加息 然后做好心理的准备 要买升的就趁现在 在美国市场来说仍然在升 但是过了暑假之后 就真的要非常之慎重 以及小心 希望大家赚到更加多的钱 以及可以回避到风险